《思诚》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沿着江山起起伏 伏温柔的曲线 风啊 爱的中原 爱的不顾和江南 愿对冰岛雪尖风 与独情的陪伴 这是参与死彼我 得金色的花蕴 昨人夜里半分 昨人何惧艰险 豪情不变 年复一年 昨人又苦又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铁城镇 踏遍万连高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 紧握住 十月线转 旋遍我人间 爱的海边满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昨人夜里半分 昨人何惧艰险 豪情不变 年复一年 昨人又苦又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铁铁城镇 踏遍万连高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 紧握住 日线转 旋遍我人间 爱的海满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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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称王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连真假都不分啊 这下好了 正经铁了心了吧 而且让他骗的台湾民众是众志成城 你知道 这要朕花多少心血 花多少银子 耗多少时辰吗 奴才罪该万死 不要跟朕说什么罪该万死 朕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脖子再硬 你死一次还不够吗 还要 还要死一万次啊 奴才罪该我 一死 一死 怎么姚启盛算你也算呢 姚启盛是怕你破坏了朕的平台方略 而你呢 是怕他夺了你的不适之功 你们俩像刺猬 他诈你 你诈他 怎么就撂不到一个笼子里去呢 皇上 这回是摇起圣战里 奴才贪功了 不容易 这么说 你还是国家的动量之才 皇上 奴才扣起皇上 对奴才严惩不待 奴才也扣起皇上 容奴才代罪效力 奴才不收回台湾 死不瞑目 来啊 奴才代 明珠降两旗 发一年俸楼 剥夺双眼花铃 喳 谢皇上隆恩 明珠啊 你虽有过 但也有功 比如上回在黑椒崖 你就临危不惧 怒斥群贼 没有给朕丢脸 再有你能够临机应变 促使正经炮击师郎 使师郎能够弃暗投明 你真是个万话筒 皇上 奴才一直牢记着皇上 早先说过的话 什么话 皇上说过 即使海霹雳不为朕所用 只要不为政经所用 也是朝廷的福气 奴才当时想 就是奴才死了 也得拉上十郎垫背 使得朝廷日后平台 少一个大麻烦 来啊 奴才在 传旨 明珠功不可没 卓升两极 赏三眼花灵 喳 皇上 皇上 将功罚过 恩威分明 奴才 当竭尽绵薄 以报还恩 下去吧 谢皇上 废尽绵薄 我先去 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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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不敢 去 传侍郎觐见 喳 皇上有旨 着侍郎觐见 侍郎将军 你让朕想着好福啊 罪臣师郎叩见大清皇上 来来来 平身 赐座 谢皇上 早就有人说过呀 有了海霹雳师郎 台湾海峡就是一马平船 皇上 罪臣的全部亲人都被郑经杀害了 之所以苟活至今 就是想提舰队杀毁台湾 将郑经碎尸弯断 这筹朕提报 而且不出三年了 谢皇上 施郎 朕想问你 大清的水师和台湾的水师 到底差别在哪里 船少 炮小 将士弱 朕一下子 造船 驻炮 练将士 如此两年之内 大清水师必胜于台湾 不过 大清水师 少一个能争善战的提督 这 全旨 赏 施郎太子少保 赐双眼花令并封靖海将军 领福建水师提督 微臣谢皇上再生之恩 平身 施郎 你还有什么要求 一并提出来 皇上 臣有一愿望 只怕皇上不准 准不准是朕的事 讲 微臣不愿与姚启胜为伍 他把臣害得太苦了 施郎啊 姚启胜在没有上任之前 首先推荐的是你 而你上任之后呢 罢免的首先是你的先师啊 皇上 微臣不知 姚启胜有千般不识 朕在此 替他向你求个情 微臣不敢 施郎 要踏平台湾海峡 首先你的胸襟 要比大还要宽阔 朕劝一句 不但 要以姚启胜为伍 还要像以前一样 与他为师为友 臣遵旨 这么这么 朕送于你一道密折专奏圈 到你们俩闹得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朕再出面 替你们俩判个公道 谢皇上 那佩朕去金山吧 佩朕去金山吧 挑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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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看看 走 走 走 站完太硬了 我这牙口不好 卖撒卖 却一刀麻烦 包伞 哎掌柜子 来过来来 哎 皇宫在哪儿 皇宫 然后呢 折着草 擦一擦 来一擦 快点 来一擦 折烈了啊 消灭了啊 消灭了 消灭了 接受 大爷 王宫在哪儿啊 王宫 哎呀 就是康熙皇帝住的那个大帐篷 康熙住的大帐篷 姑娘在下实在不知道 他在那 快追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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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好 里面请 谢谢 大人小心 谢谢 里面请 好 谢谢 谢谢 里面请 来 起来啦 来 起来啦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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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新居不错吧 所向 陈相 想不到二位大人 也能波荣光临 您是今日 可谓彭力生辉啊 应该应该 大哥 明相到了吗 在里面呢 明相都到了 我们岂敢不来呀 大哥 老臣想多去嘴啊 请陈相自教 可这皇上 可这皇上为何赏你一座郡王府 啊 皇阿们说了 而已成年 可胜负令机了 据老臣看来 不止如此 如今 众位皇子当中 只有太子 有太子公 大哥 有郡王府 皇上是希望你们两个 做阿哥们的表率啊 是 大哥 老臣还想多句嘴啊 老臣今是怎么了 这言多有失啊 请陈相自教 你可知 为何这么多的文武大臣 前来恭贺乔迁之喜啊 这是大臣们 对晚辈的一片厚爱吧 捧肠 他们觉得 给你大哥捧肠 也就是给明珠捧肠 老臣这不是打哈哈 他是一片肺腑之言 一片担心哪 其实大哥比谁都明白 明珠是明珠 大哥是大哥 无论是谁 可都是皇上的臣与子啊 恭喜大阿哥 朝全日喜啊 恭喜大阿哥 恭喜大阿哥 谢谢啊 真气配啊 谢谢 好 好 好 请 姑娘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啊 这 这不就是皇宫吗 皇宫 皇宫 皇宫要比这大千百倍呢 这是我家大阿哥的府邸 皇宫这么大啊 怪不得 连戈尔丹都怕康熙呢 你告诉我 皇宫在哪儿啊 我想见皇上 可敬 皇上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 我是他的儿子 不得知意也见不到啊 这是我家主子 皇子大阿哥 请大阿哥 带我求见皇上 行 但是 我怎能弄明白 我这是替谁办餐呢 蒙古 克尔克公主 宝日龙梅 宝日龙梅 是不是蒙古歌里唱的那位 草原月光 大阿哥 可儿克草原已经不会再有太阳 也不会再有月光了 在这儿呢 干什么 他们是送你来的 是 可我不怕 贺进 在 李公主进去喝茶 进 法公主请 请 请 你们是什么人 格尔丹大汗 部将格尔记 想干什么 奉大汗之命捉拿宝日龙梅 你以为这是草原 知道吗 你冲撞了大型皇子的桥前之礼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拿了宝日龙梅就走 上 干净 干净 台上失手 滚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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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大哥 怎么回事啊 大哥 他们是格尔丹的人哪 你 你这不是又闯祸了吗 因是啊 朕的国策 你难道不知道吗 是北府南角 朝廷要在南边收复台湾 就必须在北边安抚格尔丹 可是你呢 不知轻重 为了一个什么宝日龙梅 竟敢杀了格尔丹的部将 你这不是引发祸端吗 儿臣当时气愤难忍 下手指 男人也得忍 评志们 谢皇阿玛 坐下 好 你完全可以叫格尔纪到大理寺去要人 朝廷会秉公处理的 可是你呢 为了一个草原的奴才 竟打起架了 你丢人不丢人 儿臣知罪 花马 儿臣祈求体三万金兵 九瓶戈尔丹 好了 又来了匹夫之勇 汪为王子 去 道皇与前途 去好生看到天亮 回来再跟朕说话 花马 去 朕 朕这个儿子 怎么永远长不大 皇上 你想想看草原上的那些奴才 那么大胆子竟敢在天子脚下捕人 在皇室门前闹事 要是没一个人敢去教训他们一下 那大清皇上也太没面子了吧 臣妾没想到 应氏啊 现在武艺那么高强 这三圈两脚的 就把一个蒙古的将军给打死了 哎呀 这可真是显示了皇上的龙碑 好好好 印氏武艺高强 能争善战 朕要的是脑子 希望他的性子能开阔一些 皇上说的是 其实应氏呢 是个外刚内柔的孩子 心特别细 很会照顾人 皇上 喝不上他个差事 让他多多锻炼一下 哎 刚刚封了君王 又不知足了吧 可那只是个头衔 他没啥事干啊 你想让他做什么 臣妾不知道该不该说 臣妾听说兵部侍郎 有一个出缺 臣妾 臣妾啊 朕早就跟你说过 内宫莫问国事 你是印氏的母妃 你应该叫他 如何修身养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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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莲子羹就好了 吃一碗吧 到马桶里去吧 嗯 啊 奴才叩请皇上圣安 明珠 在 这么晚了 你到宫里来做什么 奴才听说 惠妃妹子欲提欠安 得信赶过来看看 不知皇上在惠妃宫 惊扰了圣驾 罪过罪过 那倒没有 不过兵庄 你应该好好好好的 劝劝你这个妹子 让她安守恭敬 少打听朝政的事 喳 尚书房有什么事吗 回皇上 礼部有个极箭 奴才本想留待明日上奏的 哦 简单点说吧 日本国 俄罗斯国 朝鲜国 都请派使臣 前来庆贺太子授官之礼 好啊 朕恩准各国派使节前来相贺 可是皇上 戈尔丹并非是国家 竟也要派使臣前来 朕刚刚和尹说过 这郎外婆就来了 哎 你怎么说话 算了吧 我说了大半辈子了 还能不会说话 你是把续道当说话了 哎 哥 而且一说话不光舌头动 你全身都在动 哥 更糟糕的是 皇上早知道你说什么了 可你呢还没完没了 我说妹子 这皇上到后宫来 这是为了静一静歇一歇 别换口气 这后宫里谁让皇上 得到最多的安宁 皇上就最喜欢谁 如果谁让皇上 烦不胜烦 皇上心里啊 就恨不得杀了他 以后啊 你别再打听朝政了 记住 殷氏不光是你的儿子 更重要的是皇上的皇子 皇怎么那么多 可太子只有一个 我就知道你有这心思 大阿哥成不了太子 是我们母子的耻辱 你给我闭嘴 谁容不下应世 自然也就容不下我这个母妃 也容不下你这个国舅啊 你啊 你一露尾巴 皇上就能把你看得透透的 以后日子长着呢 你先保住自己吧 你以为光我有非分之想吗 瞧着吧 等这十几个阿哥都长大了之后 他们个个都会想 只可心里想 不可嘴上说 一知皇冠高高挂 多少人想够够不着 最后烦把自己脑袋给砸了 躲就能躲开了 哥呀 就算应世没有争处的心思 可他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沙子 怎么看都不顺眼 谁让他是太子的哥呀 所额图还不防贼似的防着他 应世这辈子 本无风流氏 网单风流明 既然如此 还不如争他一争呢 我说妹子 你说的这些 我心里早就烂熟烂熟了 听哥一句话 先保住自己的太平日子 剩下的事呢 有我呢 我来 哥 哥 再吃一碗吧 好 再给哥弄一碗 太子 您来干什么 听李的全说 你今日三拳两脚 打死了戈尔丹的将军 阿哥们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敬佩你 这是我的过失 皇阿玛罚我们 是过失 不过这种过失 一人愿意陪你受罚 你跪多久 我也跪多久 好兄弟 皇阿玛说过 你我应当做阿哥们的表帅 一人愿意和大阿哥一起 活佛同当 融入与共 隐人 嘘 皇阿玛来了 隐人啊 你这是为何呀 禀皇阿玛 儿臣是太子 应当陪大阿哥一起观图思过 不过 况且 儿臣也可以借此机会 反省自查 好好 兄弟之间有这份情意 比什么都重要 儿臣痛定思痛 身亏今日清帅 究其原因 还是儿臣性情浮躁 对皇阿玛 南角北斧的国策 缺乏领悟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连朕也出过错 就说这皇以全图吧 朕每次见到她 就觉得对不起周培公 华阿玛要是没有这点错误 大清就得不到这张图了 真是 格尔记要抓的那个女人 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不蒙的 禀皇阿玛 她自称是科尔克公主 宝日龙梅 宝日龙梅 是吐蟹图的女儿 她也是国魄家王 无家可贵啊 宝日龙梅千里而来 只想求见皇阿玛 朕知道她要说什么 所以朕不能见她 这么这么殷尸 你把她软禁在你的府里 千万要好好照顾她 这 你们 官徒思过 官徒思过 平身吧 歇息去吧 不 公主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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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公主 请啊 宝公主 请入内 这是谁的屋子 这是大哥的卧室 可是 不过 从今日起 这就是您的绣房 不经过公主的同意 谁也不让进 好 请 问是吗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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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您 请请 谁呀 何俊啊 进来吧 大哥 宝公主 隐士可以进来吗 大哥请 宝公主 这是京城的特产给你尝尝鲜 谢谢 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好 好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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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子 您该用膳了 宝公主吃了吗 早送进去了 主子 奴才有句心里话 憋得厉害 说吧 您是皇子龙孙 您要看上了谁 那是谁的福气 何苦跟这女子泡蘑菇 受那份罪 我没觉得受罪 她越是冷面如霜 我越是喜欢她 保日龙美和宫外的姑娘 可不一样 真是一片草原月光 主子 那您有着心思 那可以跟她说吗 说 说 可我怎么说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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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是我 谁呀 是我 是应氏 我可以进来吗 不 大哥 您的心 我知道 可是 宝日龙美在抱出血恨之前 是不敢爱任何人的 你还不能让我拆开 你们在哪里 怎么会让我拆开 我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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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娘 这是什么衙门 这是福建总督府 不像呢 衙门外头都站这一溜把门的 总督府外头 只个两个石狮子 听说这位姚总督啊 跟别的封疆大力不一样 他呢 喜欢不同凡响 他一定是把贼都吓跑了吧 你们都在这儿候着吧 我和兰齐儿进去喝杯茶 走 走 别动 那儿呢 走 请问这位官爷姚总督在吗 这位夫人从哪来啊 找总督大人有什么事啊 我们是从京城来福建探亲的 顺道想拜访一下姚大人 姚大人忙啊 一大早就到水师码头去了 我额娘想喝茶 哦 老红 大人 这两位贵人想吃茶 你带上他们客厅奉茶去 是 两位贵人 等姚大人回来后 下官定当禀告 打扰了 不客气 请 走吧 这位书女儿 statistically 这位贵人是个怪的 你看这大明鞋 到那边 然后这边那儿也是 走 走 请 打扰了 打扰了 大人 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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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哪来的吗 问过 北京来探亲的 不就是想在我这儿 蹭点酒水银子吗 你对付一下 林总是给几个 大人 两个月前 魏东廷总督打过招呼 说皇上的荣妃奉旨赴敏探亲 您还记得这事吗 他 在下不敢问 但是在下怀疑他就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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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都瞎了狗眼 丢了大人了 那 大人 这可怎么办呢 我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 这么着 我赶紧到码头去 你勇敢点继续装杀 不成 大人 躲得了劲儿个 躲不了明儿个呀 即使他不再来 您还不得回败皇妃吗 这怎么办呢 这下要是碰死了不好 额娘 额娘快来 怎么了 额娘 你看 他想一头碰死呢 走 下官姚启胜 叩见荣妃娘娘 你为什么要骗我 说姚大人不在呢 碧娘娘 下官到任以来 实有京城大园的家眷亲属 难来北往 回回都要下官伺候吃住花销 下官 不胜其烦 因而 每每设法推诿 我并不是要你 事后吃住花销 只讨一杯茶喝 说说话 就走 今日之事 下官丑态毕露 罪不可赦 请娘娘赐罪 你并没有罪 你 也有你的难处 即使娘娘不赐罪 下官自个儿也饶不了自个儿 我说过你没有罪 而且今天的事 皇上也不会知道 起来吧 谢皇妃娘娘 姚启盛 千届的事都安断好了吗 禀容妃娘娘安排得妥妥当当 那土地和银两 都播发给人家了吗 土地丝毫不少 银两分离不差 罢了 娘娘在本地有亲人 瞒是瞒不过去了 土地还缺八百亩 银两差三万余啊 土地时差 四千八百五十五亩 银两时差 二十七万九千两 下官估计 以上数字也有水分 为什么 原因有二 其一 总东府没有那么多土地和银两 其二 各级官吏重宝四囊 而你却猫在这儿读书 下官万般无奈时 只好读书解愁 因为各级官吏乃下官办事的手足 下官恨他们 可又离不开他们 还有一事 娘娘问吧 下官再无一字虚言 京城有信来 说朝廷有意招纳博学鸿儒 福建这儿就没有什么才子吗 你就不能从中选择几个青年些的 帮助你办差吗 娘娘 所谓博学鸿儒大多徒有虚名 姚大人眼睛高啊 一个都看不上 听说本省有个叫李光帝的 一笔行书倒不错 姚大人呢 谁跟您说话 谁都生气 好了 告辞了 娘娘 我请你吃茶 极品铁观音 姚总督 你身上一股汗臭味 气死我了 额娘 快点 快点 来了 走啊 你看 额娘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在下李光帝 有要事向娘娘禀报 额娘 这些小妹妹怎么了 他们是饿的 这位学子 我就是容贵妃 你拦我车驾 有什么事吗 贵妃娘娘 朝廷千界近海 已经快一年了 致使海峡两岸 越近越苦 越近越穷 田地荒芜 民不聊生啊 贵妃娘娘 台湾与内陆 居是骨肉一体 为何要为图霸而自相残杀 李光帝斗胆 上承报袁书 恳求朝廷 弃武修文 怀柔四海 以孔圣之道 照台湾规划 这些人 都是你的孩子吗 是 但他们已经成为孤儿 都失去了父母 可为什么 都是女孩子呢 男孩子都叫人领走了 女孩子 卖也卖不掉 只能扔到野地里喂狗 额娘 你救救他们吧 额娘 救救他们 兰奇儿 去把银匣子拿来吧 你请起吧 谢贵妃娘娘 好吧 我带着京城 面成皇上 额娘给 谢贵妃娘娘 这儿有二百两银子 你先收下吧 稍解燃眉之急 留着做这些孤儿的食用吧 这儿还有年糕 糖果子 麻花果子 你拿着吧 不不不 这是 这是娘娘路上用的点心呢 你拿着吧 你拿着吧 敢问 这位小贵人 尊称 我叫兰奇儿 额娘 额娘 快 快 好了 还有一大堆呢 兰奇儿回来了 兰奇儿 皇马来了 皇马 给皇马请安 兰奇儿 皇马想死我们了 是吗 皇上 朕也想你们哪 兰奇儿 朕每次打这路过 黑灯下火的 总觉得这心里缺点神 皇上龙体好吗 朕一下朝就来看你了 安奇儿 这么多东西 都是亲戚们送的 老人还祝皇上万福呢 去看过老祖宗没有 刚回宫 额娘就带着我 去给老祖宗请安了 带来的东西也送去了 老祖宗和我们说了好一会儿话 你看咱们的兰奇儿 现在是能说回答 人家见了世面了吗 好 哪天听我的兰奇儿 讲讲外边的事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件事 是吗 是吗 是真的 哦 兰奇儿 你去看看你的姐妹们 她们也很想你啊 拿给朕看看 是 坐 啊 坐 上面共有六百三十个小手印儿 据李光帝说 全是十四岁以下的孩子 而且都是孤儿 这李光帝想干什么 说是替沿海三省的孤儿 向皇上请命 求皇上放弃千戒进海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孤儿啊 朕早就下旨 凡是千戒进海的百姓 每户赏十两银子 到了内地以后 每户还能够给双倍的徒弟 三年不拿水 二十一银子 有一众大海的寄宝 岁月 一夜无情风波 那秦困 留在我心中的一刻 就已竟 注定我不敢进入 一诗 一诗 有一份生命的光過世界 一邊連風雨飄落大江山 扛在我肩頭的一刻 就已經決定我男兒本色 大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說 躺下自己把憂傷护摸 大男人不好做 奉獻追人執著 兒女經常都藏在心窩 扛他一路堪摸 大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說 躺下自己把憂傷护摸 大男人不好做 奉獻追人執著 兒女經常都藏在心窩 賢獻拳 才狼展開 布